拿着仪器爬上发生事故的双层游览车进行勘验 只见车顶被撞得直里破碎 一背上甚至还残留大片血迹 从车外到车内全都仔细查看 当场就从驾驶座上发现多包药品 原案会人员不放过任何细节 要找出所有可能噪音 因为这起严重车祸总共酿成一死十四伤 但现在肇事驾驶共撑 因为前方线高警示是4.3公尺 加上想要提前切入下车点才会误闯机车道 没有料到实际线高其实只有2公尺 这个绝对不能接受 你开机车道和机车道有节省到什么时间 那根本因为他一路上 听说就是一直在开快车变换车道了 伺者儿子备份控诉 司机车速根本过快 而且一路开车都不守规矩 可能有些人路况比较不熟 然后就是他那个以为是平面道 但是他其实是机车道啦 自己的明天的功课 自己要做一下功课 应该是这样子 驾驶也被查出 当天早上5点多就出发 直到事发当下开车已经超过15小时 恐怕有超时工作的疑虑 高雄劳工局也发出声明 表示已经派员进行劳检 后续也会调阅出行 以及行车记录等资料 不过除了不守路况绕路之外 也可能是公司因缺工才会要求加班 或是还得确认超时内容 才能厘清责任归属 这些新闻最后报道